那场胆小到极致的暗恋 上高中时 我对他一见钟情了 他学习不是特别好 但也总在前身边游走 他长得很帅很高 因此很受女生喜欢 对朋友很仗义 所以即使他不爱说话 性格孤僻 依然有很多好兄弟 他们叫他艳神 他叫艳泽 很多女生都会大胆的朝他表白 他都拒绝了 我其实很羡慕他们的勇气 但我只是个普通人 长相普通 家庭普通 唯一有点出彩的 恐怕只有学习了 我是班里的第一名 但我不聪明 我依靠的只有加倍的努力 每次我作为文科代表 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时 我听见好多人 喊我说呆子 说呆子 我发作业本的时候 永远不敢直接走过去 将本子递给他 我宁可绕圈 将作业本一起交给他同桌 可是那作业本上 潇洒的燕泽两次 我看了无数遍 每次都让我心肩发烫 他坐在我的侧后方 因此我只有转头 与同桌说话时 才能用余光看见他 他被老师叫上黑板做提示 我才敢抬起头 假装看提示的 无所顾忌的看了他的背影 其他时候 我连与他对视都不敢 所以高一一整年 我和他一句话都没说过 这样的暗恋或许太苦了 但我竟然没感觉到什么苦 高二 在所有人还没有意识到 高考只有两年的时候 我在一点点的积累进步 我知道自己无法 和某些聪明的学生一样 在高三时成绩突飞猛进 我只有后继而薄发 我想考不好大学 保护我劳累年近半百的父母 使亲一 旁边有人叫我 声音词牙好听 我愣愣愣 抬头 瞳孔皱缩 验泽 我脑袋炸开了烟花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原来我的名字也可以这么好听 从这个角度 我能瞧见 他额前碎发下 灵力漆黑的眉眼 语文老师找你 我慌忙低下头 好 谢谢你 我避开他出了教室门 略带喧闹的楼道里 我却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如泪鼓 等我抱着一堆语文卷子回来 上课铃声刚响 我想看一眼他 但最终垂着眼回了座位 一整天再无交集 不过 这一声使亲衣 已经够我高兴好几天了 我不贪心 放学 我出了校门口往家走 喵 树桶里窜出一声小小的猫跳 无业可怜 我也轻轻喵了一声 喵 一只瘦瘦的猫 从草里面探头 小心翼翼的看着我 这周围流浪猫很多 今天这个我没遇到过 我从包里掏出我没吃完的面包 还有一根火腿肠 我过去坐在台阶上 喂他 这个路没什么人走 我可以在这里发很长时间带 小猫乖乖在旁边吃着 我脑子里空荡荡的 发了回书 喵喵 我回家了 我挠了挠小猫的下河 跟他说再见 刚上完数学课 我记完笔记 摸了摸文具盒里 人工滚的装饰品 说是装饰品 其实它是我亲手做的核雕 我没什么爱好 核雕算一个 小时候舅舅教我的 我的记忆人人比不上舅舅 但我可以设计出一些 独一无二的东西 手里这个 我刻上燕泽的名字 但除了我以外 没人能看出来 所以他算是我所有胆怯中 最大胆的一个 我可以把他光明正大拿出来 暴露在所有人眼前 他就在我的侧后方 这个角度永远炽热 我起身去厕所 回来发现楼道里人多了不少 像是在看什么热闹 我没兴趣 打算从旁边挤过去 燕神 快上课了 旁边有男生的声音传来 我脚步微不可查的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 围在中间的 赫然是燕泽 和一名漂亮的女生 燕泽懒散地靠着墙 朝教室门方向侧头 看着那名女生 我飞快地低下头 拧唇 回了教室 我听同桌说 那个女生是隔壁般的斑花 我勉强笑了笑 那两人 确实很配 我并不关心燕泽有没有答应她 因为这场隐秘的暗恋 从始至终 也只是我单向的情感 不关燕泽的事 从下午第三节课就开始下雨 到放学 天阴沉地快塌下来 雨没有一点变小的趋势 我愁得重美 中午妈妈还提醒我 带上伞 走个急 别忘了 父母都去上班了 也没法来接我 我望着窗外的雨 决定先做个作业 希望她能小一点 小一点 我就可以跑回家了 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 包括燕泽 等了一个小时 雨没有小 再不回去 家里人就该担心了 我装好书包 关了灯 出了教室门 学校空荡荡了 我在教学楼大厅站了一会儿 紧紧抱着书包 打算冲进雨里 今晚有新鲜的落汤机了 我欲哭无泪的想 结果 刚踏出一步 有人拽着胳膊 把我拉了回来 那人的手掌热热的 对于此刻的我很舒服 但我顾及不到所有的感官 我被吓得不轻 那人松了手 紧紧抱着书包 我打算抬头看那人一眼 头顶传来一声浅淡的笑 那人叫了我的名字 使清衣 和那次一样好听 我猛的抬头 看见那人眉眼的一刹那 血液翻滚起来 神经绷紧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迅速捶了捶一眼 手指拳了拳 脑子近乎空白 保识找我有事 迟了点 燕泽手里拿着伞 没带伞 我迟疑了一下 点头 这把给你吧 我有多的 我看见燕泽修长白皙的手 将伞逼了过来 我可能愣了足够好半天 但燕泽没催我 一直保持那个姿势 我接了过来 走进雨幕 我走了一会儿 又折了回去 到大厅门口 我看见燕泽正打算跑进雨里 没打伞 他看见我 明显一愣 我走过去 鼓起勇气 对上那双灿若星辰的眼睛 又捶下 燕泽能送我回家吗 我知道燕泽在垂眸看我 我捏着伞饼的手紧了紧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 好 燕泽说 一饼伞下 雨幕里 我们都没有说话 回到家 我没有留他 只是从兜里掏出来一颗大白兔奶糖 问他 你吃吗 燕泽呼的笑了 从我手里拿过糖 明天见 十清一 他走后 我俯了俯右手掌心 那里 有过燕泽指尖的温度 日子照旧 我和他依旧没有过多交集 只是偶尔在楼道碰见 会点头示意 起码不是陌生人了 雨幕中的独处 成了我藏在夜里的梦 这场暗恋 我从没有想过结尾 因此也不会失望 我仍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 有没有答应那个女生 但我希望他过得开心 他这样的人 这样能给陌生的同班同学让一把伞 自己打算淋雨回家的男孩 值得好的一切 下午体育课 要800体育测试 我的体育不是特别好 但也不会拖我成绩的后腿 只是跑完那一阵 难受的厉害 而且第二天肯定会感冒 上课领响 见识男生的800米测试 我买了他最喜欢的水 虽然知道我一定不会送出去 枪声响 验泽一马当仙 前面有很多为他加油的女生 我混在人群里 看着他跑完全程 看他额前的汗衣 发如墨 人如玉 低下头 嘴角微微弯起 800米测试结束 我忍着嗓子里汹涌而出的干涩和氧溢 从后面离开了操场 800米跑完一般就是自由活动 没人会管我 我慢慢不行 去了我的秘密基地 那里离教诀楼很远 一般没人会去 天边白蓝相接 漫天树影 一把长椅 我靠在上面 愣愣地看着手里的水 好半天 拧开喝了一口 嗓子依旧痒得厉害 想咳嗽 我压制着 塞上耳机 闭上眼睛 播放英语 等下个铃响 我猛地醒了过来 我竟然睡着了 我吸了吸鼻子 有点堵 还真是没有一次例外 走回教室的途中 我在拐角处 看到了一个背影 很像燕泽 但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但我知道不是他 他不会出现在这里 回到教室 所有人有气无力地 趴了一教室 只有他坐直着身子 逼着头 不知道在干什么 听到动静 他抬头看了一眼 黑漆漆的眼眸锁住了我 我瞬间紧张 离开眼神 攥紧了平身 回了座位 坐在位置上 心还在砰砰直跳 太耸了 人家只是随随便便的一眼 就让你紧张成这样 我叹口气 早上我戴了口罩上课 幸好是疫情期间 我就算戴口罩 也不会显得很突兀 我拼命抵制住 感冒带来的困乏感 眼睛瞪得大大的 冰着黑板 老师估计被我盯毛了 下课 还把我叫出去问我 要不要请个假 我不请假 一请假 不但学习会落下 看不见他 只是我觉得 这次好像比平常每一次都严重 估计是昨天在长椅上睡着 着凉了 大课间下楼坐操的时候 老师叫我在教室里休息 教室里静悄悄的 我睡得昏昏沉沉 隐隐约约间 感觉有人出了我的额头 凉凉的 很舒服 我不自觉的蹭了蹭 我猜特是我同桌 他总喜欢捏我的脸 早操结束 人陆陆续续上来 我睁开眼睛 坐直升的好半天 才清醒了一些 我看向同桌 他在份笔记书的抄作页 看起来上来好一会儿了 我拿起水杯 打算去接一杯开水 刚出门口 突然有个不认识的男生拦住我 可能是感冒的作用 反应有点迟钝 我竟然没有被吓一跳 你好同学 这是有人让我转交给你的 那男生开口 我愣了一愣 声音有点哑 你没有认错吧 你是叫十七一吗 我是 那就没错 我犹豫半想 能告诉我那人是谁吗 那男生挠了挠头 把东西塞到我手里 有些闪烁奇词的开口 我也不认识 我先走了 被人立马跑开了 我低头 看着手心里热乎乎的黑米粥 脑子里一头雾水 我愣了好半天 接了杯开水后回到教室 教室里 验泽没在 我坐到座位上 定定的看了看黑米粥 我自然不会自作多情道 这是有人喜欢我 才给我买的粥 我向来 不是受男生喜爱的一种类型 所以我不打算管它 我打开水杯盖 慢悠悠的往我的小杯子里倒开水 这时 我突然发现 黑米粥包装上有一行小字 很容易忽略的小字 是用黑笔写上去了 有一道浅浅的痕迹 记得喝 我因感冒变得迟钝的脑子 轰然炸开了 我是语文科代表 收作业的时候 所有人的自己都见过 尤其是他的 我看过几千遍 烂熟于心 是混在字堆里 都能认出来的程度 即使他有意变化了字体 但他的笔写习惯我太熟了 我的心脏不由控制的跳动在耳机 咚咚 周围的一切 好像瞬间消失了 好半天 直到我的手被烫了一下 我才从纷乱的思绪中抽离 又仔仔细细的看了那行小字老半天 我将水杯放在桌子上 胡乱擦了擦被烫红的手 我全然无法顾及这些 我的心思全在面前 这个乱人心思的黑米粥上 不会不会 应当是我认错了 这世界上比其相似的人这么多 燕泽那么好 他怎么可能 而且 对一万不讲 就算真的是他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这份样子太可怜 我将心里踊跃出来的小狗苗迅速掐死 心也渐渐平促下来 不过 因为没胃口 我早上并没有吃早餐 只是将面包装在了书包里 现在有点饿了 这个粥可以喝的吧 我犹豫了半天 插了吸管把它喝了 意外的和我口味 顿时连感冒都觉得好了很多 算了算了 我幸福的眯了眯一眼 不管怎么样 就当是燕泽送我喝的 就像那次他送我回家一样 藏在心底 就好 快要上课的时候 燕泽才从门口进来了 我顶着一个能把整个脸都包住的口罩 小金一一看了他一眼 反正他肯定不会发现 我偷看他 果然 他从过道走过去 目不斜视 长得真好看 我拿着欣赏的眼光看他 看得也更大胆一些 然而 就在他即将路过我的位置 我也打算收回眼神时 他的眼睫垂了垂 拿余光扫了我的方向一下 虽然轻瞭淡洗 但吓得我立刻坐正了身子 而且我肯定被吓出幻觉了 我竟然听到了一丝 低不可闻的轻笑声 温柔而浅犬 晚上我写上作业 看着桌上的小闹钟 已经十一点了 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复习 我拿出了我的合调工具 还有十天 就是燕泽的生日了 我想送他一个生日礼物 说起来 这个生日 还是我从他好兄弟那里听来的 当时是有个女生在打听 我刚好路过 也就记下了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送出去 而且送他的人肯定特别多吧 算了 雕了再说 连续雕了好几天 加上周末 终于赶在最后一天的晚上 完成了 我看着那一串人溜溜的弥勒佛脑袋 忍不住笑了笑 用指尖摸了摸 第二天到学校 从早上到下午 给他送礼物的人不少 我一边做题 一边惆怅 因为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教室里一直有人 我想偷偷栽他桌仓里的计划都泡汤了 我又不敢当着别人的面诵 最后一节课 我轻轻巴撒了一下弥勒佛的肚子 怕了口气 看来是送不出去了 我慢慢的收拾书包 有点垂头脏气的往学校门口走 走了一会儿 我听到有人叫我 转头 竟然看到他跑了过来 我张了张嘴 持亲衣 他似乎有点急 轻轻喘了气 等下 燕泽 我轻轻嘻喃一声 手指捏了捏放在兜里的手串 他微微低下头 冷白的皮肤上 长幼直的眼睫非常漂亮 他勾了勾唇 伸出手 今天是我生日 我请你吃糖 我有点惊讶 寿星反过来请我吃糖吗 我看着他白皙修长的指尖 递过来的糖果盒 眨眨眼睛 这一盒都给我吗 我抿了抿唇 问了一个好像有点蠢的问题 燕泽笑了一声 嗯 都给你 谢谢 我鼓足了勇气 抬头看着他 笑了一下 认真道 生日快乐 燕泽 燕泽宛如银河般漂亮的眼眸 似乎亮了一下 我将糖果盒拿了过来 又将手串从兜里掏出来 顺势串在他手腕上 只见不小心触到他的肌肤 我有点紧张 虽然叼这东西 我花了120%的心思 但保护者人家会不会喜欢 生日礼物 燕泽看着手腕上圆溜溜 手感很温润的和叼手串 每一个小弥勒佛都很精致 中间还用一些绿松阁片边串起来 搭配上激里如玉的手腕 身外漂亮 这是 我赶紧道 这是我自己做的 做的不好 希望你不要嫌弃 少年笑了一声 漆黑的眼眸上 荡开温柔的神色 怎么会 他顿的顿 瞥了一眼面前 飞漆漆的小脑袋 轻轻道 很漂亮 这是特意为我做的吗 燕泽的目光挪罩了过来 我看不清里面的情绪 我点头 没敢看他 我听人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为什么总觉得 此刻的漆黑有点奇怪 我自言自语的嘟唐一声 还以为送不出去了呢 我自以为小声的一句话 却没想到 被眼前的人全都听了去 自然也没瞧见 少年的笑意更浓了些 拜拜 我回去了 我敏诚看他一眼 天快黑了 我送你回去吧 他突然道 我又有些诧异 好 应该是怕我一个女生 在路上不安全吧 到家门口 我看了个某一次 一模一样的场景 忍不住感慨一声 我居然能让暗恋对象 送我回家两次 瞬间觉得自己出息了 有点寂静的空气力 燕泽突然说了一句 让我脸颊发烫的话 这手串我很喜欢 我会一直带着的 这他那么好的人 或许只是想强调 他很谢谢我送他礼物这件事 其实你不用 我小声道 如果他有女朋友 让对方怒合就不好了 算了算了 这也不归我管 我只是送他礼物 这日这个礼物怎么处理 是他的事情 而且能把礼物送出去 并得到对方的认可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燕泽 明天见 我不再多说什么 朝他挥了挥手 明天见 十天一 少年嘴角弯起 在微暖的路灯下 眉眼淋眉漂亮 这几日 我总有几分心虚 因为燕神 你这手串挺好看的 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一个 燕神 这手串究竟是谁送你的 这么宝贝 一刻不离的带身上 诸如此类的话 络绎不绝 一开始 我并不怎么在意 但后面 不知道怎么的 这个传言变了位 听说了吗 燕神手上的手串 好像是他女朋友送的 燕神有女朋友了吗 燕神女朋友可真幸福 燕神这么宝贝 他送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是谁 前几天不是燕泽生日吗 她女朋友肯定出现过 你们猜猜是谁 这就有点做不住了 和其他任何人传谣言都可以 但和燕泽传成这样 我有点介意 而且我更害怕 他会认为这谣言是我传的 连去办公室问题 都不是很理智其壮 我拍拍自己的脸 决定守住戴泽 找个隐利的地方 跟他解释解释 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解释 因为我更怕别人知道 那手串是我送的 一旦知道 说不定就会有人说 十七一世代蛤蟆 想吃天鹅肉 小想燕泽 我不知道燕泽会怎么看待我 但是我自己小心翼翼维持的暗恋 怕是维持不下去了 而且燕泽一边要坚守对我的承诺 一边又是扑面而来的谣言 很为难吧 我不希望自己用心做的礼物 变成他的一种负累 所以在等了两个课间 做完早操后 我终于逮住了个机会 其实也不算是我逮住的 准确来说 是机会跑到我面前来的 燕泽来找我来了 我看着他手腕上的合串 想到他为什么要找我的原因 我有点失落 不过还好 我是在暗恋中坚强的石青衣 我们想找个僻静点的角落 可是这个时候 哪里都不僻静 燕泽叹口气 看了我一眼 眼底有光泽闪过 他轻轻道 能加个微信吗 晚上我们在微信上聊 我惊了一下 这走向有点不受我控制 不过 我又迅速冷静下来 加微信是事出有因 不要多想 好 我看了他一眼 但是我没打手机 你能把手机号给我吗 我回去加 他点头 我直接这样说给你吗 可以的 我能记住 我对数字很敏感 而且 更何况是他的电话号 我看见他笑了一下 怎么说呢 我心里有点痒 其实我在教室里 看见他和其他人交流 根本不怎么笑 难道是我自带笑点 燕泽说了一串数字 我重复了一遍 不知为何 我脸颊有点烫 晚上回去 打开手机 我在微信输入了这串手机号 有关燕泽的印链盘了出来 他的微信昵称 就是他名字 头像是他的低头时的侧脸图 不过这个背景 我觉得有点熟悉 但一时间想不起来 我发送了验证消息 那边可能正在玩手机 因为很快就通过了 看见我通过了 你的朋友验证请求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聊天了这行字 本来不紧张的我 居然有点心跳加速 那边发来了消息 十七一 我捏着手机壳 发了压过去 我觉得他又在笑我 我决定先发制人 燕泽 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谣言 那些不是我传的 你千万不要误会 燕泽 嗯 我知道 我松了口气 继续再接再厉 其实 我觉得我送你那个礼物 你可以不用天天带着的 不用为难的 那边显示正在输入 过了一会儿 他发来消息 我可以带吗 这是什么话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个手创可能会导致一些误会 可能会有点影响你 燕泽 被影响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好交流呢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燕泽 是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了吗 会造成你的困扰吗 就差把你生日讨厌我 看脑门上了 燕泽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不带 我 没有没有 你带吧 被影响了 燕泽 不用为难了 他怎么强我台词 不为难不为难 我就担心这件事对你有影响 不影响的话 反正轻者自轻嘛 燕泽 好 那你今天找我 只想说 燕泽 也是这件事 我看你一早上都不怎么开心 担心你介意这事 没有 燕泽 那就好 你不用管别人的 嗯 那我写作业了 燕泽 好 和燕泽讨论完这个问题 我愣了足足有一分钟 一早上不开心 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 明显到燕泽都注意到了 我摸了摸 我圆滚滚的燕泽拍小和雕 嘴角勾了勾 高二年一晃而逝 入入高三 教室里终于弥漫了一丝紧张的氛围 上课认真听讲 下课还沉迷做题的人逐渐增多 我并不慌张 因为这场高考计划 我在高二便开始准备了 有条不紊 或许是我少有的几个优点之一 所以我依旧稳坐班级第一 年级第三的位置 一天之内 做题占据了我很大部分时间 只是偶尔有空闲的时候 我便忍不住会想以后的事 以后不会有他的日子 一想便忍不住沮丧好长时间 在我没发现的时候 燕泽在我的生活中 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 虽然暗恋是悄无声息的事 可是如果悄无声息到以后 只能从手机上看到他 那才是真正的辛苦吧 今天数学老师叫我上去 做了一道压轴题 我做完下来的时候 居然看见燕泽盯着我愣神 我不明所以 垂眼回了座位 晚上做题的时候 燕泽问我想考哪所大学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一直保持微信联系 不过都是学习和作业上的事情 我一直有很明确的目标 因此这个回答并不难 S大那边沉默了一阵 S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 他的计算机系很聪明 燕泽 好我知道了 不打扰你了 你学习吧 好拜拜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最近几日 燕泽突然开始认真学习了 他会主动去办公室问题 他会认真做每一套视频 也会和我每天探讨数学题 最明显的改变 发生在期中考试成绩上 他从班里前十 年纪前八十的成绩 进步到了年纪前五 年纪前三十 我看着他的成绩笑了笑 一直就知道他很聪明 现在聪明外加努力 考完期末考试便放寒假 我背着书包出校门的时候 门口有人似乎在看我 我抬头看去 那是一位很年轻很漂亮的女性 靠了一辆灰色汽车在等人 她眉眼让我觉得很熟悉 她似乎在打量我 我虽然奇怪 但赶着礼貌待人的原则 我冲她笑了笑 没想到 她居然朝我走过来了 在我愕然间 她站在我面前 笑道 你不就是小泽那个 妈 突然有人急喝一声 打断了她的话 我听出来是燕泽的声音 这位难道是燕泽妈妈 我看着匆忙跑过来的燕泽 恍然 怪不得她的眉眼看得如此熟悉 燕泽妈妈看着自家儿子慌张的模样 有意思的勾成且笑 燕泽看了她妈一眼 与人瞬间晋升 只是眉眼依旧含着某种意味深长的笑 十七一 这是我妈 燕泽看着我 阿姨好 燕泽妈妈笑道 你是小泽的同学吧 真可爱 有空来阿姨家里玩啊 她语气十分亲切 甚至让我产生一种 她很想在我头上吼两把的错觉 我不好拒绝人家的好意 点头 谢谢阿姨 燕泽像是害怕她妈 再说出什么惊世害俗的话 联盟将她赛上了车 她回头里有些歉意看我 我真心实意道 阿姨看着好年轻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姐姐呢 小七一 我可听见咯 燕泽妈妈趴在车窗上 笑一一一看我 不叫姐姐可差倍了 燕泽头疼 我先走了 有事联系 我点头 等几人走远 我还听见她妈妈的声音 你是不是我儿子 下手这么慢 放假十天 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吃完饭先洗了个澡 然后才去做题 屋里开了空调 就算穿薄薄的睡衣 也不会冷 我先做了一套英语卷子 对了答案之后 将错的几道题改了过来 正打算再做一套理宗卷 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我打开一看 燕泽的消息 有点高兴 我点开 看见燕泽问 在吗 石青一 在的 数学第三套卷子的压轴题 你做了吗 我将卷子翻出来 做了 她能给我讲一下吗 那我给你把步骤写过来吧 她能打个视频吗 这样讲更清楚一点 我手一抖 能暗恋对象打视频 有点刺激 可我不敢 就在我犹豫之间 她发过来 如果不方便的话 可以不用的 人家光明磊落的问题 石青一 你在想什么 可以打语音吗 她 她语音邀请发了过来 我点了接通 石青一 燕泽的声音响了起来 声音雌性带着典雅 听得我心脏通通跳了起来 不在的 你顿了顿 那我开始讲吗 好 讲吧 我一步一讲不下去 就是这样 你听懂了吗 嗯懂了 那头的声音微微上扬 谢谢学霸 我的脸疼一下烧了起来 这声学霸太过温柔 甚至比我一种如情人而语的错觉 不小声道 不客气 被人轻轻笑了声 里面去自习吗 学霸 她 在约我吗 虽然只是约自习 我顿了顿 你打算去哪里自习 我家附近有个图书馆 新建的 环境很安静 去那里怎么样 我松了口气 我还真害怕她说 去学校周围那个图书馆 那里面好多我们学校的同学 要是撞见 我点头说 好 那明天早上八点 我来接你 那个 我欲言又止 燕泽 你有女朋友吗 那边近了一瞬 我立刻明白她想歪了 连忙解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女朋友 和我出去可能会不太好 再怎么喜欢她 我也不能做让人家男女朋友 误会的事 没有 所以不用担心 我呕了一声 有点小开心 又感觉这声音有点敷衍 好 好的 燕泽笑了几声 声音犹如羽毛擦过心脏 擦过我的心脏 那拜拜 那边声音温柔 拜拜 使清衣 我始终难以想象 我和安恋对象的关系 可以变成这样 而且我一直认为 她说话虽然不至于太冷冰冰 但也无法这么温柔 但她显然 温柔的不可思议 我习惯早起 尤其是高考 只剩几个月的时候 燕泽或许也是这样 在我吃完早餐 写完一套试卷 时多时多在七点半下楼的时候 我在楼底下 竟然看见了 好像已经站了很久的燕泽 她倾靠在自习车上 一袭黑裤 上面是白色衬衫外套 黑白纹针织毛衣 肤色冷白 侧脸凌厉 手里拿着一本书 我震惊的张了张嘴 她似乎发现了我 赶过了身 漆黑的眼眸中 瞬间亮起银河 早上好 使清衣 清冷的声音 随着微寒的风吹劲里 早上好 我跑到她面前 皱起眉 燕泽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不叫我 冷不冷啊 我用手背贴了下她拿书的手 很凉 大冷天的 你也不怕冻感冒 我小声嘟囔一句 说实话 有点生气 我戳出她的书 将手里的小鸭暖水袋 套在她手上 捂着 燕泽似是有点无奈 但没眼见含着笑 低头看着我 不用的 不冷 不倒 我热 你帮我拿着 燕泽用另一只手 揉了揉我的头 好啊 不要生气 我也刚到而已 以宠溺含笑的姿态 我刷得瞪大眼睛 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刚才的一系列事情 我干了什么 我碰了阿连对象的手 还以这种口吻跟她说话 我出血了 燕泽似是没查得到什么不对 走吧 我带你过去 我看着自行车后座 人在愣着当中 愣着做什么 她用带着暖水袋的手 轻轻碰了碰我的头 喂 我说得回神 你吃早餐了吗 吃了 哦 我点头 那就好 这个你先拿着吧 有套我不好骑车 她指了只手上的暖水袋 我看了看自行车把手 你把它串上去不就行了 燕泽一愣 会有些哭笑不得 那好吧 我们走 我坐在她后面 手不知道放哪里好 燕泽偏头 抓着我 我试探着 拽住了她腰侧的衣服 她腰间的温度 似乎透着衣服 连连不止的传了过来 清晨的寒风吹拂面颊 我却希望这条路永无停止 到了图书馆 我们找了个角落的位置 不过燕泽高大帅气的外表 还是引来了不少注意 可不知为什么 那些姑娘并没有上来要微信 反而看了我一眼 我抬眼冲她们微微一笑 这场暗恋中 我或许胆小 但并不自卑 我们做题 轻声讨论 茶楼不缺 时间过得很快 这样的相处 很舒服 要喝水吗 我去接点 燕泽轻轻在我耳边道 我看了看 杯子里已经喝得差不多的水 点了点头 又微微弯了弯层 麻烦了 我将杯子递给她 燕泽揉了下我的头 笑了笑 拿着两个杯子去接水了 我耳朵加烧了一下 自从早上揉了我脑袋之后 她就好像解锁了什么新技能 很爱摸我的头 她知不知这个动作很亲密 很私人啊 我拍拍脸 冷静 做题 我正要将磁场那道物理大题做一做 却听见旁边有人过来 这么快 我边若然 边抬头一看 是有不认识的男生 不过面容很温润 小姐姐 听见你们在做高三的题 你们是不是高三学生啊 我这里有道题 不太会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那人小声道 原来是问题 我能先看看是什么题吗 那人从背后拿出来一张卷子 第十九题 我看了看 X缩的数学真题 这个地方的提一向很难 我看了看 然后说 我试试吧 我在草稿本上演算 连燕泽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注意到 等我做出来抬头 就发现燕泽靠着我的椅背 看着那一男生 燕泽个子很高 目测在一里八五左右 看人总微垂着眼 尤其在面无表情的时候 黑漆漆的眼眸 格外有压迫力 我看那个男生虽然笑着 但脸上的表情 已经快挂不住了 我轻扯了扯燕泽的衣角 怎么了 燕泽揉了揉我的脑袋 讲啊 我点头 朝男生道 你是哪个地方不会 男生瞥了燕泽一眼 手指折指 这里 我给他讲了他不懂的地方 但我总觉得 他战战兢兢听完的全场 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讲完问他明白了没 明白明白 谢谢小 谢谢你 说完 将卷子一卷 突然有些慌不择路的走了 我 哈 怎么了 燕泽坐下来 扬了扬眉 然后道 不知道 我 哦 我点了点头 对于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我的好奇心小到可怜 我开始做题了 不过我注意力无法集中 我抬头 果真发现燕泽手肘撑了下巴 看着我 我眼神示意 怎么了 他突然伸手过来 我呼吸都不自觉暂停 他指尖轻轻扫过我耳间 拇指还触碰了一下 整个耳朵周围的神经 似乎都麻掉了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 他收回手 这里有脏东西 是吗 我自己扫了扫 企图把耳朵的热度扫下去 谢谢 余光似乎披见他勾了勾唇 转眼 快到新年了 我家很注重传统习俗 我爸说 如果这些传统都丢了 过年的氛围也就没了 我身以为然 头起下午 我和爸爸替对联 妈妈张罗着包饺子 当一个个喜气洋洋的对联 扶子挂起来的时候 我成就敢满满 一一啊 洗洗手 过来帮妈妈赶饺子瓶 好 我转头 看着躺在沙发上悠闲的某人 爸 一起去 我包的不好看 我爸挣扎 你叫他做什么 他一天躺呢 能把肢体躺退化 怎么能舍得动弹一下 我妈从厨房探头 冷嘲热讽 爸爸与我面面相去 我 爸 去嘛 爸爸利索 去 我呵呵一笑 吃完饭我吃撑了 穿得大衣下楼消失 天暗了下来 呈现一种极深的蓝墨色 有雪花已经飘了下来 周围见货传来 小孩玩鞭炮的声音 附近邻居家的灯光 都暖轰轰的 万家灯火 我掏出手机 给燕泽发了个祝福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和他应该也算朋友了吧 我将手机揣进兜里 沿着路慢慢走一会儿 雪花像额毛似的 轻轻往下飘着 从下往上看 很壮观 小区里的人很少 雪地上只留下了我的脚印 我调了块空地 蹬下来 慢慢在雪上滑字 咕舟 缩力 光 毒掉 寒浆雪 清清冷冷的三个字 从我后上方传了出来 我被吓了一跳 好半天才听出是燕泽的声音 你怎么过来了 我非常震惊 他穿了一身黑色的羽龙服 细致清冷 肩膀微潮 他在我旁边蹲下来 消失啊 跑这么远消失啊 反正没事 正好过来看看我们学霸 我们学霸 我愣愣愣 时天一 他忽然转过头 眼里跳跃着明亮的星河 啊 新年快乐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话的语气 总给我一种很郑重的感觉 就好像每一个 跟他在一起的时刻 都被珍惜着 我笑 新年快乐 要上去吃一碗饺子吗 燕泽微正 勾纯 虽然是来消失的 但很想吃一碗 我爸妈对燕泽的突然到来 竟然不显得很吃惊 而且非常热情的招待了他 这让我很吃惊 我期间拉住正在给燕泽 拿错虎的妈妈 一脸狐疑 妈妈 你认识燕泽 我妈瞪我一眼 不是你这段时间 总跟着人家去自习吗 原来被他们看见了 就这样 还要怎样 你这孩子 他绕开我出去了 看着爸妈拉着燕泽 问东问西 恨不得将祖宗三代 问候一遍的架势 我有些怀疑 这话的真实性 不过我好奇心低的性格 再次发挥了作用 一直带到了十点多 燕泽才突身打算回去 我妈道 依依啊 你送送小泽 我点了点头 我爸妈笑眯眯的 送我们两人出了门口 常来玩啊小泽 燕泽笑 谢谢叔叔阿姨 不会的 我们安静的下了楼 燕泽转过身 上去吧 不要送了 怪冷的 徐已经下了厚厚一层 踩上去很绵软 又说 好 你快点回去 注意安全 到家 给我发个消息 燕泽点头 我走了 好 我看着他往前走去 慢慢退后几步 打算进楼道口 我刚打算转身 他却突然转过身来 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刚要开口问 就看见他跑了过来 说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石青一 阿姨的饺子 很好吃 我点头 确实是好吃 今天怪冷的 他微微弯了腰 碎发下眼睛极漂亮 闪着光 所以 石青一 我可以报告你吗 我毛子突然增大 这个时候的我 应该显得特别傻 因为我完全被惊呆了 脑子里循环播放着他这句话 炸开的烟花比新年放的更大 不过 他的眼睛真好看啊 好看到 一个流神 我便点了头 七位好闻的气息钻入鼻腔时 我将头搭在燕泽肩膀上 竟然无端的想哭 我不知道拥抱了多久 反正应该很久了 然而分开时 两人都没有尴尬 燕泽轻轻揉了揉我的发顶 我走了 声音略带着哑 好 多年后 我想起这个场景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只记得那晚的 雪落满了两人的肩 万家灯火明明暗暗 让我有种深处梦境的错觉 高三下半学期开学 在学校里 我和燕泽依旧没有过多交流 只是偶尔 他会给我带早餐 我也会给他买水 他最喜欢的那种 在手机上 我们也只会讨论学习有关的问题 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 又好像没变 但未来以来 或许 我们都在等 等高考结束的那天 卷子一落落的发下来 教室里都是刷刷飞舞的笔墨声 高考倒计天数 一日日减少 等归于一的时候 我们拍了毕业照 结束了高中最后一场聚会 休息三日 便是高考 高考前一晚 我和他打视频 叮嘱了一些明天考试的注意事项 面对这场战役 我内心很平静 两天考试 转瞬即逝 怕很重 却又很轻 我考完英语出来的时候 外面缠鸣发躁 我伸手挡了一下眼睛 放下手的时候 我看见了树荫吓的他 树荫油液 少年好看的如一幅画 正如我 当初一见钟情石那般 他笑着朝我走过来 累吗 我摇头 那跟我去个地方吧 我看了他片刻 轻轻点头 好 胆小的暗恋 需要一个破杂的勇气 一路寂静 我在想问题 因此到了目的地 才发现 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 我很惊讶 我走到长椅上 舒服的坐下来 想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这里吗 燕泽或单膝 在我面前蹲下来 眼瞳漆黑 一眨不眨的看着我 我的心跳在加速 张了张嘴 却没发出声音 我一直在看着你 因为你喜欢这里 所以我把这里 作为我的表白基地 这场表白 我撮背了三年 现在终于可以说出口了 我眨眨眼睛 有点糊 又怎么能看清燕泽的脸了 石青一 我喜欢你 燕泽的声音轻轻滴滴 略耳至极 也真诚至极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反应了很久 但没问他为什么喜欢我 我只是张开双臂 燕泽 你可以抱抱我吗 燕泽说的笑了 他将我拥入怀里 在我耳边轻轻道 抓住你了 石青一 翻了一燕泽片 我叫燕泽 我似乎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高一开学见到她 就觉得这个女孩瘦瘦小小 温温柔柔的 让人很有保护欲 她学习很好 又认真 连作业本上的字体 都是漂亮的砍书 我的视线常常会 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身上 侧前方 不远不近的距离 可是她好像并不喜欢我 整个高一学年 她和我一句话都没说过 甚至 连发作业的时候 我不愿意亲手将作业本地给我 我很苦恼 高二 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她说了话 我叫了她的名字 石青一 好听得不像话 但她似乎被我吓到了 慌慌忙忙出了教室 这导致一整天 我的心情都不太好 旁边的兄弟都被吓得不轻 下午放学回家 路过一个岔路 我突然看见了她 她坐在台阶上喂猫 然后又看了过书 像是午后打在书页上的阳光 可爱而温柔 郁闷了一天的心情 突然就被治愈了 接近的路上 她看了多久书 我就站了多久 那一天 有人跟我表白 那女生很漂亮 但我不喜欢 我看着她 总会想起那个温温柔柔的女孩子 旁边兄弟提醒我快上课了 我正要拒绝 结果突然看见了她 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很紧张 我偏着头 看似是在看那个女生 其实我只是在看着她 结果她只是瞥了一眼 很快就低下头进了教室 下午开始下雨了 我看着她苦恼的样子 猜她可能没有带伞 所以放学后 我专门在教学楼附近等了一会儿 发现她出来 抱起书包就打算冲进雨里时 我心脏一紧 身体快过脑子一步 拉住了她 手掌下的触感软软的 但很凉 我很舍不得放 但小姑娘那么怕我 这样会让她更害怕吧 我放了手 她抬眼看到是我 似乎很惊讶 我扯了谎 说我带了多的伞 将伞给了她 看着她走进雨里 我放了心 正打算跑回家 却发现她又回来了 我知道 她识破我的谎言了 可是她没有指出来 反倒问我 能不能送她回家 求之不得 送她回家后 临走时 她送了我一颗奶糖 我不喜欢吃糖 太甜 但是那次的糖 让我高兴了一整晚 我和她总算熟悉些了 至少至少会打招呼 下午体育科要提课 我有些着急的跑安全场 然后去看她800米测试 我很担心 担心她瘦弱的身体 能不能坚持下来 但她出乎意料的跑完了全程 甚至拿了个不错的排名 周围人都在喧闹抱怨 只有她 默默地离开了操场 我立马跟了上去 她走了很远 走到了一个 我在学校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安静而舒适的环境 很符合她的性格 她躺在长椅上睡着了 刚剧烈运动又吹风 估计得感冒 我有些担心 果然 第二天 她就戴了口罩上课 一早上看起来都很不舒服 连课间操都没下去 我也没去 我走到她旁边 伸手触碰了她的额头 细腻又滚烫的触感同时涌来 谁都不知道 那一刻 我心跳如雷鼓 她像小猫一样 蹭了蹭我的手 顿时心软得一塌糊涂 我跑去食堂 给她买了一杯加了感冒药的粥 但她又吓到她 值得拖了朋友送给她 又怕她不喝 变换了字体给她写了字 其实心里还是不确定 我在外面待了一会儿 才敢进去 我怕她怀疑 连一眼也不敢看她 可她太可爱了 领着大大的口罩看着我时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 但是一句生日快乐 我也会高兴一整天 可是她那天看起来兴致都不高 像是有什么心事 等到放学 我跟朋友说话的功夫 她就已经走了 我赶紧追了上去 我将兜里准备了好久的糖盒 送给她的时候 她对我说了生日快乐 我以为这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 可是她居然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 天啊 或许小青衣不是那么讨厌我 有兄弟问我 这个省串哪来的 我思索了一下 半开玩笑 说未来女朋友送的 然后疑问的人 一发不可收拾的多了起来 而且越传越离谱 我有点担心 担心小青衣因为这些言论而疏远我 毕竟她肯定不愿意和我扯在一起 我专门挑了人多的时间段去找她 然后顺理成章 加到了她的微信 我的微信头像 其实是我偷偷拍的 在某个黄昏 幼长的街道 小青衣回家的时候 我把自己和她 所见了同一个画面里 但她的占比很小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我希望某一天 我能真正将她设为我的专属 我妈一直知道我的心思 她也听说过心上的一小丫头 是学习好多刻苦的人 某一天 她突然懒洋洋的提醒我 就算人家小丫头答应了你 异地恋可最容易分了 我突然正住了 第二天上课 我看到她面部改色 做出了一道数学压轴题 我才发现 我与她的差距 我开始努力学习到一两点 未到不行的时候 我就会摸一摸手串 小青衣 你再等等我 已经放了十天寒假了 既然很想她 所以我故意找了到提问她 虽然最后没有如愿 打视频过去 但能听到她的声音也不错 理音接通的时候 我有些紧张 我妈在外面笑话我 只是我还是很想见到她 我略带忐忑地约她去自习 并且选了一个僻静的地点 无私心的 不想别人来打扰 我去的时间很早 大概六点四十左右 竟然有些等不及 以她温温柔柔的性子 我以为她从来不会发脾气 可是她显然有些生气了 因为我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 她碰了我的手 还将她小黄鸭的暖水袋递给我 那一刻 我只觉得她可爱无比 我得出结论 小七一很关心我 我忍不住融练下她的头顶 同时发现自己 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喜欢她的触碰 考验除自己以外的男生对她亲近 我对那个问题的男生 暗自宣示了我的主权 虽然主权还未知 新年到了 我对新年没什么感觉 但我觉得她会喜欢 吃完饭下楼 我的目的很明确 我想去看看她 连我自己都没发现 我的脚步又快又急 血落满尖 又滑开 我嘴角轻轻一勾 她过去很疑惑 她父母对我的态度 其实在我多次 跟她去自习的时候 她父母就找过我 和我吃了一顿饭 我认真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喜欢她 但不会打扰她 不会在这个时候表白 希望她们能给自己一个机会 她们同意了